第三步的金索从未出现 她嫁给柳青后生活如何呢 你看紫薇讲了啥 勇气和尔康已经去打仗 留下紫薇和小燕子之话 三个女人也能处理谈戏 之话故意在早饭的时候说 还说以后准备要第二个小孩 第三个小孩 气得小燕子像个深宫孕妇 而且之话还说了一件让她更长毛的事情 那就是勇气新婚之夜过后经常和她动访 这谁能忍 小燕子觉得勇气骗了她 立马气得去收拾行李 要去云南找勇气问个清楚 紫薇作为闺蜜 自然劝她别一起用事 想想一个女人单枪匹马 去那么柳的地方找勇气 可能到了半路就遇到危险 小燕子依旧不显示大 立即搬出柳青柳红 因为她们自小一起长大 谁料紫薇去说 别傻了 金索刚怀的第三胎 会被罗多生意好得不得了 柳青能走的胎呢 听说柳哥要生孩子了 怎么陪你去 小燕子听到所有人都在怀孕生子 她觉得十分奇怪 只有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怀疑她有一胎 从紫薇的这段话 看出柳青和金索一直很温暗 要不然怎么连生那么多胎 加上生意不错 生活条件不差 绝对是价格有价格